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是劉天賜先生 次官博學多菜 對飲食還很有研究 對呀 一碗白飯都可以很講究 泰國東北部盛齊香米 有口感之餘 又有飯 真是香米的博都區 好多謝次官做我們嘉賓 特別送上牛頭牌特選泰國香米 我最喜歡吃它 米黃之王 牛頭牌特選泰國香米 總代理大風國際有限公司 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廚房 我是Frankie 大家好, 我是雪晴 歡迎大家收看Frankie煮飯 今天我們吃甚麼 我們今天要緊要 我們吃剩的龍蝦骨 用它在焗爐煮至薄薄脆 對, 這個大概要兩個小時 到兩個半小時 這樣焗到薄薄脆之前 就可以用來做一個龍蝦湯 或者海鮮湯 因為龍蝦味我們吃了 只剩下頭 剩下頭的殼就是它 主要是甚麼呢 大家要記住 就是那個湯的味道 然後是在菜裡 好 平時很多人的蘿蝦骨 或者海鮮湯 或者海鮮湯的 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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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用買那些 兩個五毛九 或者三個九毛九 一磅 那些 因為那些是很漂亮的 這些呢 一樣是很新鮮的 但是那些 它的形狀是歪一點 沒有那麼好 那有時候九毛九子 和一個三毛九 最多你都可以買到的 那就 把它切開一半 放在焗爐煮 焗它大概是45分鐘 三百七十五度到四百度火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呢 你焗完之後拿出來 就是把皮撕掉 就剩下那個肉 那個肉呢 我只用這個紅椒的肉 做一個粒粒酢 其實很好吃 你可以嘗嘗 很甜 可以做沙拉 可以做其他 就這樣吃 好 謝謝 那些菜呢 就不是真的要切得太脆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到尾的時候 就會把它打爛 或者不要 所以呢 就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OK 這個就是Chalotte 即是法國的紅洋蔥 OK 那麼 記得一件事 我們炒蝦蝦蝦的時候 所有東西千萬不要煮焦 不要煮它黃色 只不過是煮得會透明 就是good的了 因為你那個 如果你這些東西 已經有很多焦的東西 如果你其他東西 再炒焦 你會變得很大股 煮焦的味道 還有一件事要記住的 凡是煮 Lobster biscuit 這個龍蝦的湯的時候 一定不能煮得太久 現在 以前我煮焦樂 就是最多煮45分鐘 如果超過45分鐘之後 它會有苦味 就會出來了 如果大家 害怕 就可以再煮 煮一點時候 也不怕 OK 我們的蔬菜 就有Chalotte 西芹 和Parsnip 這個就是白色的Chalotte 你在西人的超級市場 隨時都買到的 也是不貴的 這是一件事 你再炒它 它開始散開就可以了 份量是否兩條蘿蔔 兩條蘿蔔 實在是沒有份量的 沒有份量 對 你喜歡甚麼味道 你就多放一點點 你不喜歡的味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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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進去 你看到這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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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用牛油來炒 這個 整個 這個 的意思 在法文裡 是一個醬 一個醬 不是說湯 所以這個 味道 我們會煮得很濃 而且是稠稠的 記得 煮的時候 不要像清泡 那樣給一大碗人喝 因為它有很多奶油 很多牛油 很多 很肥的東西 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煎 好 煎一下 有肉 有肉 有瓜 有菜 你們會發覺 這道菜 真的 是很好吃的 新鮮磨的黑胡椒 但我們不要加鹽 到最後 不夠鹹 才加鹽 因為牛油 有鹽 甚麼都有鹽 還有龍蝦 自己本身都是鹹的 最重要 它有少許焦的地方 即是黃色的 我們放進去 就要攪拌 它出來 好 我們用一些比較甜的酒 去煮 接著這個 就是罐頭的雞湯 看樣子才是 很美 好, 把這些全部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按下去了 我第一次看到龍蝦的肝 原來可以這樣用 所以沒想過這些可以用來熬 很美味 真的很好吃 好 這個 這個呢, 我們就撕了皮 我們焗完紅椒之後 因為我們用一個浸泡油 就… 你用浸泡油包著它, 讓它冷 它燙 它燙, 它的熱力就會燙了紅椒 這樣皮很容易脫出來了 我接著要散開它 把它放進去 如果它是大塊的 你把它放進去 很脆的 很脆的 這個很脆的 這樣 蝦頭裡面的骨頭 都放進去煮 如果有其他的海鮮剩 例如蝦殼 有錢的可以放鋼魚柱 蝦米 鮑魚 好 還好吃 不過電視台 都是用骨頭煮的 好 這樣呢 我們就煮它 45分鐘 好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煲龍蝦湯呢 會煮45分鐘 這樣呢 現在呢 我們就煮45分鐘了 現在就變成一煲這樣的東西了 很香 龍蝦湯裡面 他們是用一個法國麵包打碎它 去做貼膩 這樣 我們可以用法國麵包打碎它 亦都可以用牛油麵粉 不過我説牛油麵粉 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用牛油麵粉 之後呢 就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有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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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gnac 還有Cream 這樣 還會煎煎帶子 還有蝦 因為龍蝦 被他們吃光了 這樣還有骨 我們把骨子放進去 對吧 你家裡的骨子就不同 這樣呢 我們就 開始做這個 主要用牛油 OK 大約是兩湯匙的牛油 那些骨子 我們就不愛的 但是呢 如果 如果要呢 也可以的 有些人喜歡 是把骨子打碎 放進去 讓它有多些龍蝦味 OK 這個就是那個 紅椒的P-ray 這些黑黑黑黑的 實在是很美的味 哇 很棒 OK 那這個小月的骨 我就是炒那個帶子了 那龍蝦湯呢 可以放進去 好 攪拌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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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我們就不用加鹽 因為為什麼呢 到尾巴的時候 我們試了味道不夠鹹 才再加鹽和胡椒粉 這個呢 就是煎一煎 這個呢 就是龍蝦湯 龍蝦湯呢 我們就要完結龍蝦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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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顏色很漂亮 是呀 你一開始看到這個 我們平時很熟悉龍蝦湯的顏色 好 好 試試乳霜有沒有問題 嗯 每次都要試味 哇 好吃 好吃 多一點 增肥 在做龍蝦湯 這個要煮多久 煮一會 這個要煮到它滾 那這道菜真的要試幾次味 因為 哇 小心熱 小心熱 不熱的 好吃 很想試 這個是胡椒粉 對 辣胡椒粉 放些辣胡椒粉 好 讓它滾了 滾了之後呢 就用這個呢 拌勤它 我們做的方法呢 就把這些一粒粒的材料 放在這裡 待會放它 一邊攪拌 這樣呢 因為下面一定不會一粒粒的 因為它會溶掉 才掉進湯裡 那些有什麼一粒粒的材料 就是在這裡 嗯 而且你覺得它下面夠稠 你就不要再加了 不是等於每次都加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每次做這個湯的時候 煮了四十五分鐘之後 你就不知道有多少東西要做 好 要煮一煮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麵粉要煮熟 雖然炒過它 你所有東西都要讓它滾 還有那個板底酒 滾過才會好吃 不然它有很硬的 在你那裡 嗯 什麼叫做適合濃度呢 如果拿起去煮熟 就叫做濃 就是現在不夠濃 可以煮一點 好 再加一點粉 現在要用小火吧 對,因為它很焦 那差不多之前呢 或者龍蝦就扔進去 要扔進去 因為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樣凍的 然後扔進去 就熱回 好,謝謝 謝謝 我想要這樣吃 是 什麼東西 這個是加進去的 大子 有些 大子 這些呢 全都是我最喜歡自己的 對 但是你平常的龍蝦都用很大盤 是,很快兩口沒有菜 對 平常不會放太多, 放少許 但我們喜歡整個煲泡滿了